好在下面这一题他是两个圆圈 Center是A跟B 这一个6这一边也是6 这一个10这一边也是10 然后他告诉我 AC是6BC是10 然后角DBC是0.8 他要我们找CD的长度 CD的长度非常简单 他要的是CodeCD CodeCD的情况之下 CD等于2RsinΔ2 所以我们的Code 等于2RsinΔ2 OK 所以我的CD等于20 Sin0.8Δ2 Great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是20 Sin0.4 然后这一边Option Rate OK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7.788 7.788 OK他没有讲要限定多少个 所以7.788 然后接着他要我们找PERIMITER PERIMITER OF SHARED REGION OK PERIMITER OF SHARED REGION 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找这一个的角度 这个我给他是DETA OK 嗯 这一边90度 然后减掉这样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 呃 CD 就是7.788 等于 2 6 SinΔ2 所以我的Δ2呢 会是Upsin OK 7.788 和12 OK 所以我的Δ2 等于 2 Oxin 7.788 和12 so 在这一边 2 Oxin 然后 7.788 和12 12 然后拿到的是80.93度 OK so80.93度的情况之下呢 他其实也等于 这一个除3.142 乘百瓦 没有除百瓦乘3.142 写错 除百瓦乘3.142 然后他是1.41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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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 这一边 他这一个 CD1 然后 这一个是CD2 so我的Upscde呢 是 6 乘以1.43 3 然后 我的Upscde呢 是10 乘0.8 这个是8 OK so 这个乘6 然后 会变成8.476 so 8.476 OK 其实应该是8 我不用紧了 所以 他的perimeter of shaded region的时候 他就会是 就是这一个 呃 8.476 再加8 所以他会变成16.476 也就是16.48 也 area of shaded region area of shaded reg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segment1 segment2 OK so segment1 segment2的情况之下 我的1.2r² data so 我的area of segment1 是1.2r² data-1.2r² sindata 所以他是 1.2 6 data 是1.413 然后拿到的是这一个 25.434 然后1.2r² sindata 这个是 sin 它的data 它的data是 80.93 so 这个是80.93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是17.75 所以我的25.434 减要anser 7.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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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 然后我的这一个 area of segment2的话呢 是1.2r² data 1.2sq data ok 1.2 然后 10 square data 是0.8 这个就是40 减1.2r² sindata 1.2r² sin 这个是0.8 35点多 所以这一个减这一个 40减这一个剩下4点多 所以这一个是 4.132 所以这一个等于 4.132 cm2 所以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7.659加4.132 OK 7.659 加4.132 11.791 11.791 11.79 好 就是这样